大家好 歡迎各位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Chris 今天來主要針對新手 去講一下踏公路車有什麼技能是必須要掌握的呢 對於一些經驗豐富的車手來說 可能那些技能是很容易的 但是對於一些剛剛玩開公路車的新手 就有一定的難度 今天就來講一下這些技能 第九 首先第一樣的技能就是 踏公路車的時候要走到直線 踏單車走直線有多難 但是對於一些剛剛踏公路車的新手 可能真的有一定難度 尤其是對於一些沒有玩開單車 就直接玩公路車的人 可能本身租開車的 覺得公路車好像很好玩的 就買駕來玩一下 就發覺那輛車比較難控制 就像我現在這樣 可能會踏得比較搖 不是很控制得到那輛車 所以踏公路車其中一樣要學的技能 就是需要走得到直線 走到直線 踏起來也都可以令到自己更加安全安心 比如說我現在要靠左手邊 這樣就一直可以靠左這樣踏 前面有人 那我就可以保持出一點點 走直線 避過了再走進去 如果踏的時候 是好像現在這樣 飄來飄去 就有機會是 增加了一個危險性在這裡 無論是快踏還是慢踏 都需要保持得到一個直線 保持到直線 跟你的朋友仔 又或者是隊友踏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平排 傷寒這樣踏 如果你保持不到直線 就有機會撞到你的隊友 所以要保持得到直線 是公路車基本的一個技能 第二個基本的技能需要掌握的 就是 剎車 公路車的剎車 預期說是剎車 不如說是減速 減速減到是車停 這樣去理解會比較好 如果沒辦法好好掌握到剎車系統 就有一定的危險了 可能前面有人在踏 你在他後面跟著他 他剎車然後你剎車 你沒辦法掌握到距離 就有機會撞到別人的後輪 那別人就會生氣了 例如說 看到前面那邊 有些黃色的柱 我現在打算停去黃色的柱 那就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有些人可能遇到太遲 就會撞下去了 我這樣就剛剛好 可以停在黃色的柱前面 例如說前面有些柱 那我就正常速度正常停 然後推一推下去馬路 這樣 第三種技能 第三種技能 就是要掌握到頭 可以令向你的上面下面 左邊右邊前面和後面 踩單車的眼睛 看前面是很重要的 但除了看前面 有時都需要看下旁邊 又或者後面 看看有沒有車過 但這一點 除了新手 可能一開始踩 看後面會覺得有點害怕 因為身體要另一另向後面 但這也是一樣需要掌握的技能 不單止看後面 有時有些路口位 都要把頭另一另一 另向旁邊 看看有沒有那些車 是正在出禮 就在我剛才說的那幾句裡面 我都已經另向後面看了幾次了 其實我踩單車 看向後面的次數都挺高 我想各位真的未必知道 我的眼睛在這裡 整天動來動去 瞄來瞄去 就是我會看這裡 或者馬上再看後面 我後面現在有位女士來 我就會自動的貼近一點 例如這裡路口 旁邊有沒有車 轉出來都要看一看 例如這裡的 需要看左和右 不是只看一邊 我又轉這邊 當然在適當的時候 需要看一看後面 但是看的時候 就注意不要令到車 太劈一邊 有些人看向後面 車會側近一邊 例如假設 假設我現在是看後面 車就會很自動的 慢慢駛到另一條線 所以有時候 看的時候都要注意 好了 趕完頭了 現在就趕手了 手有什麼技能需要掌握呢 就是可以單手控台 可以單手控制車 單手控制到車 你就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例如說你需要喝水的時候 我真的需要喝一口水 好 還有 托眼鏡 又或者戴眼鏡 需要托一托 調整頭盔的位置 又或者不知道在哪些位置 你需要單手去處理 雖然對很多的車手來說 覺得單手踩單車 技能來的嗎 很容易而已 但是對於一些天生平衡力 平衡力的感覺是差一點的人 真的有一定的難度 如果沒有辦法 可以好好做到單手踩單車 即是沒有辦法 我現在想喝水的 你一定要停下 眼鏡滑下來的 沒有辦法可以做到 所以要停車然後托眼鏡的話 就可以先練習一下單手 試一下離開 當你真的做到了 可以單手做到飲水的動作 真是恭喜你了 可以又學習得到 一個新的公路車單車技能 還有不單是單手為了你自己 有時都要為了其他人 要為了其他人而單手 就例如說是打手勢 例如說轉左轉右 需要打手勢 都是需要單手去離開 控制車的 既然是有單手控車的 這樣就自然下一個技能 是可以雙手離開 控制單車 哇 好吵 它的版 雙手離開 這個技能 在香港的法例裡面 是不讓你這樣做的 就說至少要有一隻手 去拿著你的手把 當你可以做到雙手離開 都踩到單車的 證明你的控車感覺 是比以前更加好 還有有時踩一下單車 例如說很熱的 想脫風褲 你不想停在這裡脫 那你就可以雙手離開 然後就脫了見風褲 這樣 不過我覺得雙手離太 如果真的沒有什麼需要 都不要雙手離太 安全 除非真的有必須的 必須要 去這樣做 這樣才 雙手離太 離太之前 確保周圍是否安全 那今天這條影片 就差不多來到這裡 就說了一些非常非常基本的公路車 需要掌握的一些技能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又下次說一下其他不同的東西 拜拜